兄弟们 姐妹们 最近大家在后台给我试信说 阿伟啊 你做的菜太难了 我们学不会啊 哎呀 大家要理解我 我也是没有办法 身不由己 美食区就是这么卷了 鉴于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其实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准备做一个这种家常菜的合计系列 主动这个食操性 主料的精粮啊 辅料精粮加多少 我得给大家说出来 便让大家更好去学习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做一道 番茄炖牛腩 我们先找个饱菜直接加上水 像我们厨师做饭呢 一般都喜欢用两个锅啊 三个锅啊 什么锅配什么碗 都是有讲究的 你在家呢 肯定是也不想洗锅 我今天就教你一锅成菜 只用一个锅来做这个菜 先烧上水 接着我们把番茄改一下刀 给它划个十字刀 这样的话 烫的话 便更好去去皮 底部你可以划一下 改了划刀之后 接着我们就改这个牛腩 兄弟们在家为什么做的不好吃呢 因为你就用的是牛肉不是牛腩 为什么要牛腩呢 你自己看 这个牛腩有肥也有瘦 这样吃出来它才会不柴 如果你只是用个牛肉来炖 你吃的肉绝对是柴的 你都不用牛腩 肯定就柴了 我今天用的牛腩是1.5斤 然后番茄是2斤 最少就是番茄和牛腩一定要1比1 好 水开之后 我们把番茄放到水里 烫一下便于去皮 淹没到这个番茄皮才会脱落的掉 皮爆开之后就把它捞出来 趁这个热了 把这个皮给它撕一下 要烫着自己 切的时候我们把中间这个地 给它去掉 切个三角形 因为这个地的比较硬 我把4个切成大块 还有3个我准备切成小粒子 待会火着牛肉一起炒 这样的话牛肉它更加有番茄的味 还有200克的土豆 土豆稍微切小一点 因为是最后才下 好 接着这一步我们分一下牛腩 牛腩要冷水下锅 下来姜片和葱段花雕酒 进一步去入点腥味 好 这水开后我们再煮个1分钟 就把血水给它进一步逼出来 接着倒出来将它清洗干净 这时候用热水将它冲洗干净 包烧热之后我们倒点菜籽油 好 菜籽油烧热之后 我们直接下入了牛肉 这牛肉一定要煸炒过 它就更加的香 炒出这种焦荷状 就像这个状态下 再下入姜片 蒜片 洋葱末 好 这个姜葱爆香之后 接着我们再下入这个番茄 之前切好的这个碎番茄 好 我们到了番茄的果椒 果椒炒融之后 接着我们再下点这个番茄酱 为什么你在家做的番茄酱牛奶 没有酒店的好吃 没有餐厅的好吃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番茄 已经没有小时候番茄的味道了 就是厨师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一定要加番茄酱 加个100克的番茄酱 这样的话它的风味更加的好 把番茄的果椒炒出来 再加到番茄酱 炒出来颜色就非常的舒服 这时候我们就去下点白胡椒 现在就要下入开水了 一定要加开水 你不加开水的话 到时候你的肉炖出来就比较柴 上水之后我们再下一块八角 两片香叶 一小块这个橙皮就可以了 可以增加这个菜的香味 烧开之后 开个小火一个半小时 好 兄弟们 这个一个半小时时间已经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软烂 舒服 舒服 这个汤 一股番茄的清香味 香料雕出来 香叶雕出来 八角雕出来 这个土豆直接下锅 还是这个番茄下锅 我们再焖烫个十来分钟 给一勺盐 是不是再给一勺小勺的糖在里面 我们再稍微给点生抽 再大火收个十分钟 兄弟们啊 这里就没有大家的试吃环节了 为什么呢 其实我是希望您自己动手做起来 天天看 看是看不饱的 要一定要做 一句话叫什么来着 淋于献渊 不如 哎呀 提示一下 怎么 提示一下 哎呀 兄弟们这个文化太低了 这个词我说不来 但是我现在给大家尝一下味道 糟糕 这个勺子有点大 把我的嘴塞掉下我 哎呀有点烫 我退一下 这个番茄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这个牛腩啊 其实它是趴而不踩 再加上这个茄子 哇好舒服啊 我这样这个茄子拿来拌饭 真的非常的香 特别是这个天气 如果一家人坐在一起做个这个菜 真的是香得很啊 我是二伟 请关注我 你叼的吗 偶像